神舟13号成组载轨驻流6个月 创造了中国航天员载轨驻流时长的新记录期间 航天员成组按计划开展了多项空间站 组装建造关键技术试验 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也即将圆满收官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精彩时刻 321点火 2021年10月16号临时23分 航天员翟志刚 王亚平 叶光复 搭乘神舟13号载人飞船 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飞向太空 9时58分 三名航天员进驻天河核心舱 2021年11月7号 神舟13号航天员成组迎来了他们的首次出舱活动 我是洞妖 我已出舱 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我一会儿出舱 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我是洞山 我下次出舱 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航天员王亚平成为中国首位进行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卖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的第一步 航天员成组密切协同 圆满完成了机械臂悬挂装置与转接舰安装等既定任务 2021年12月26号 神舟13号航天员叶光复成功打开天河核心舱节点舱舱门 随后 航天员叶光复和翟志刚先后成功出舱 协同开展空间站舱外全景相机C台声 舱外作业点 脚线为其安装 及相关功效验证 协物转移验证等任务 2022年1月6号 经过约47分钟的跨系统密切协同 空间站机械臂转位货运飞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首次利用空间站机械臂操作大型载轨飞行器 进行转位试验 2022年1月8号 航天员首次载轨利用手控窑操作设备 控制货运飞船与空间站进行交汇对接 初步验证了空间站与来访飞行器 手控窑操作系统的功能性能 为后续空间站载轨组装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 载轨驻逐游期间 神舟13号航天员程组 除了按计划完成空间站组装建造关键技术试验 还利用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开展了天地互动的科普教育活动 感谢观看